去年在东方卫视热播的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当中 杨幂和赵又廷的荧幕秦旅行向备受观众的喜爱 最近杨幂又和阮晶天组队拍摄了一部新剧 不知道这对新大档相比白夜组合会更加带感吗 对杨幂的白浅念念不忘的观众朋友有福了 这部由杨幂阮晶天共同主演的新剧《扶摇》 预计将在今年的暑期档正式闻事 他们越是要打腰 我就越要变强 该剧讲述了杨幂扮演的扶摇未解上古五重封印 踏上五周历险之路 在此过程中与阮晶天饰演的长孙无极相识相爱的故事 扶摇是一个特别坚强的女孩子 然后一路通过自己的奋斗 然后收获了很多的友情也好爱情也好 所以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励志的一个女生 然后不娇气 对 在《三生三世》里苦练了一把 杨幂开玩笑说自己已经对虐心的剧情走向有所免疫 不过对没拍过这类题材的阮晶天同学来讲就有一些煎熬了 我以前跟她拍过一次广告 对对对 挺有趣的挺有趣的挺好玩的 然后她我觉得 她之前是玻璃心吧 然后我觉得 这部剧她玻璃心应该被治好了吧 尽管是头一次在影视剧中合作 但杨幂说两人对手戏也足够默契 她我觉得挺敬业的 然后我觉得好多戏要通过跟她一起的配合才可以完成 对 所以我还挺期待这次的演出的 值得一提的是 这部新作是杨幂记《三生三世》实力讨话之后 接演的又一部古装玄环题材剧集 两部作品都是根据网络文学改编 本身拥有一定的读者基础 再加上演员的阵容相当亮眼 剧集从开机起就拥有了很高的讨论度 也正是《三生三世》的热播 让杨幂更有庆心接下这部新作 不过她也表示 自己当然也不会只专注于这一种题材 也会大胆的尝试更多类型的作品 不给自己设置范围 对对对 就是接受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圈粉的能力有增无减 事业发展越来越红火 这意味着如今的杨幂 要处理许多演戏之外的工作 但无论如何 她说自己始终最享受在片场的生活 我这两年没有参加很多正人秀 作为演员还是更喜欢拍戏 文心内地北京采访报道